关闭疫情期间,虽然健身房的经营受到挑战,不过本地过去半年仍然有145家新的健身房开张 大多数的业者认为,市场需求比以前更高,这是因为人们的健身意识更加强了 疫情期间,想要保持身材和健康的人不少 这名43岁的健身房会员,最近才开始到健身房锻炼 他所在的这家健身房,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的会员人数增加了一成 另一家位于中央商业区的健身房,是一家健身公司旗下的第七家健身房 刚刚过去的周六,开业之前已经有超过100人注册,超出公司的预期 但是安全措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由于限制措施的束缚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到户外锻炼 这家计划在金沙酒店空中花园举办瑜伽课程的业者透露 即将在本周开业的第一天课程早已经被预定已空 这家瑜伽店是一个健身品牌在全岛的第七家分店 公司明年可能会进一步扩张 再见